宇宙的历史 1929年哈伯大哥发现一件事 哈伯先生发现了什么 用什么原理 我们国中通通不教 国中只讲结论 就是根据哈伯大哥的发现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叫做宇宙正在鸿胀之中 当你讲过了 哈伯先生到底发现了什么事情 中间牵涉了什么原理 什么状况 我们高中才会觉得是 我们国中不教 国中只记其论 根据哈伯大哥的发现 宇宙正在鸿胀之内 他发现所有的星系都彼此互相远离 不是A跟B远离 然后B跟C靠近 不是 是大家都互相远离 让各位去在上体育课的时候 还好对 然后说要对情散开 然后全翻 每个人都变就变大 那台湾上就变膨胀变大 所以大家都互相远离 所以证明了台湾 所以知道说宇宙正在膨胀之中 OK宇宙在膨胀往明天走势越来越大 那往昨天走的就越来越小 那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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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一小点 因此根据这个东西就知道一个叫做大霹雳 宇宙是从一小点突然爆炸开来 所以宇宙是从一小点爆炸开来 这一小点爆炸开来 他要称之为大霹雳学说 大霹雳学说 然后呢 根据大霹雳学说 我们学校老师考过 根据大霹雳学说宇宙没有中心点 每一点都是宇宙的中心 宇宙没有中心点 然后再来 如果我能够知道它膨胀有多快 我就知道它收缩有多快 我就会算出来是多久之前一小点 所以我可以根据膨胀的快慢 来推算宇宙的年龄 这个叫做哈佛定律 哈佛定律 我可以知道可以根据膨胀的快慢 就要让宇宙的年龄 大霹雳学说 Big Bang 这个叫做 根据大霹雳学说 宇宙的元素一开始形成的时候 形成了最简单的 氢跟派 然后因为彼此分离 就没有机会再融合成郑重的元素 所以宇宙中含量最多的元素就是氢跟氦 然后这叫做元素崩溢 这也是大霹雳的证据 不过国中不用大霹雳的证据在讲这件事情 大霹雳有很多的证据 证明大霹雳是对的 那个高中才会教 一个最重要的证据叫做微波被骨射 那个我们高中之后再选 那国中就只要记住说 结论记住就好了 宇宙中含量最多元素是氢跟氦 宇宙中含量最多元素是氢跟氦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元素分布不均匀 那我们交付会有重力嘛 就会吸引然后收缩然后旋长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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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就构成所谓的元素的氢性 这也是这个氢性 然后呢 这些东西同时在里面的气体就一样 收缩聚集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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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会发生反应 然后呢就产生恒心 发出耀眼的光芒 重点就是这个 恒心 恒心我们说前面说为什么会 恒心就是 自己会发光发热的心 那它为什么会 发光发热 发生何容恒 我不知道现在理化会不会教的 以前会教 因为要教能源 可是现在能源拿掉 所以我不确定有没有教老师会教这个 有教就很好 就一直记住 没有教就算 反正呢你只要记得 我们国中的程度 也只有教到 氢融合成氦 合融合就是比较小的原子核 结合在一起 就是比较大的原子核 比较轻的原子核 比较重的原子核 氢然后融合变成氦 我们国中只要是指教到这里而已 所以 我们说 恒心是会自己发光发热心 那恒心为什么会发光发热 因为呢 你会发生核融合 然后它就会继续不断的融合 就会继续不断的产生重元素 所以除了轻融合成氦 还会变成氦啊 会变成氧啊 会变成氧啊 轻融合的轻融合 轻融合之类的 这个都是以后才会学的事情 所以它本身重力不均 然后收缩聚集 然后开始就发生了 核融合的反应 然后产生重心 然后恒心最后会死翘翘 恒心也会生老病死 恒心死翘翘的时候有不同的结局 红聚星啊 白矮星啊 中枝星啊 这再说了 那有些死翘翘会炸掉 砰 炸掉就会变成所谓的星云 炸掉就会变成所谓的星云 那星云当中因为别人合融合过 所以它就会有比别的地方多的重元素 就是比氢跟氦更重的元素会发生 好那这些星云 有机会会形成第二代第三代的恒心 所以考卷上曾经问过这样的题目 有甲乙丙丁四颗恒心 请问你哪一颗恒心的比较早形成 或者哪一颗恒心比较晚形成 我怎么知道 看重元素含量 是人家有过核融合才会有重元素 所以重元素含量越多的是怎么样 越后面形成的 越晚形成的 所以我就根据重元素的含量多寡 可以判断哪个恒心早形成 哪个恒心晚形成 我们是地球 我们不是恒心 可是我们上面也有金银铜碟 对不对 我们的金银铜碟 也是人家以前和融合过 产生之后炸掉 重新收缩聚集变成地球 我们才有这些金银铜碟 所以最后有这句话 星球的死亡 供应了生命起源所趋的材料 就是我们这些重元素 也都是怎样 来自人家和融合的结果 它们炸掉了 重新收缩 这些东西才会形成 才会有我们这些东西 所以说老星球的死亡 供应了生命起源所趋的材料 这是星云 星云也会有分类 有一种是亮云 看起来是亮云 这是有名的三叶星云 看起来像榨浆草草一样 这是亮云的星云 然后呢 看起来是亮亮 还有一种是看起来是前景是暗的 背景是亮的 黑暗星云 后面亮前面是黑的 这张照片 当初NASA公布的时候 它有说一些话 那我们是小老百姓 我们也不懂 我们只要负责欣赏 哇 好漂亮 就可以 NASA说 因为它跟这边所发出来的光 这边所发出来的光 它说 这个里面现在正在有一颗恒星诞 在诞生 这个里面现在正在有颗恒星 在诞生中 那些是伟大的天文学家的 才会了解的事 我们不了解 我们只要负责欣赏 很漂亮就可以 其他都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 这里面有一颗星语 现在诞生一颗星的恒星 那星语的分类都一样 跟前面讲过的那什么 星团的分类 星团的分类 都是高中之后才会教的事情 普通就看看就好 光年 宇浩老师教过 一光年是9.46乘以10的12次方 大概9.5兆公里 这个数字从来没有人问过 所以你可以不用背 这个9.46乘以10的12次方 这个数字从来没有人问过 你可以不用背 重点是后面这句 它是一个距离的单位 它是一个距离的单位 它是一个长度的单位 它虽然有个年 可是它不是时间的单位 不是时间单位 那么所谓的一光年 就是光要怎么样 走一年 走一年 所以我们两个距离有一光年 看进五往今来 这颗星 比我五百光年 五万年之大 这颗星 比我三千光年 三千年之大 这颗星 比我一万光年 一万年之大 这颗星 比我十万光年 十万年之大 抬头一看 看进五往今来 五百年前 三千年前 十万年前 十万年前 十万年之大 OK 好 顺领星 然后下面看看就好了 什么匹林星啊 然后最亮的 叫做天狼星 花银星 来 帅哥美 新特东星用这一集 这一集在民国最刚开始考学生的时候 考过两次 新特东星用这个来证明 台湾学生读史书 史读书 读书史 第一年考这集的时候 就写《知女星》 比我二十六光年 那年的出法 跟当年的参考书 曾经写过的出法 几乎都一样 《知女星》 离我二十六光年 下列迅速何者错误 一 光从《知女星》过来 要花二十六年 二 我看到二十六年前 《知女星》 三 人类在太空船飞过去 要花二十六年 哦 这错 我呢 这一集 写的方法 考的方式 跟当年参考书的考的话 心中都完全一样 这一集考出来之后 习乎大家都对 这第一年考 第二年再考一次 天狼星比我八点七光年 一光年有九点十六乘以十二十二四方公里 请问你光从天狼星到地球要多久 A 8.70 B 8.7乘以9.16乘以十二十二四方 C 9.46乘以十二十二四方除以8.7 Z 8.7除以9.16乘以十二十二四方 看一个 A 8.7 但是这一集就错一口票 这一集就错一口票 可是有没有考不一样内容 没有啊 一光年就是光走一年 所以我说 新测中心要这一集证明台湾学生 史读书 读史书 读史书 读史 完全不了 参考书有写过就会 参考书没写过就 不会 完全不懂 他还学到什么东西 完全没有看到比较光阴的意思 希望 这不是你们 希望这不是你们 OK 我们 我们也可以根据 离我最远的很星系 是什么星系来推算 做我年龄 我看到一个一百三十亿光年的星系 表示光过来要花多久 一百三十亿年 对不对 表示宇宙至少多老 一百三十亿岁 传说要做这个计算 要需要用到广义相对论 因为有询问的事情 完全没有询 我那些人刚才都知道 研究所 博士班等的事情 也不用管他 反正呢 国中生只要知道说 国中生只要知道说 我有两个方法 可以知道宇宙有多难 第一 根据哈佛定律 膨胀有多快 收缩有多快 什么都会说回一点 大批例 第二 我看的有多远 我看到最远的神星系有多远 可以知道宇宙有多了 这样判断起来 大概那么多 大部分的书啊 都写个一百二十亿 一百三十亿 然后呢 就是估计而已 所以课本上就可以 乌龙说一百多亿 乌龙带过去 一百多亿 一百多亿